超震撼實彈射擊畫面 PHL-191型遠程火箭炮 是共軍射程最長的炮兵武器 但再厲害的遠程武器 可能都在我國防部掌握之中 因為國防部首度公開掌握 爭獲中共火箭軍部隊 在蒙古進行多波試射行動 國軍運用聯合情天真手段 嚴密掌握 持續監控相關動態 我防空部隊保持高度警覺 加強戒備事先應付 警官遠在內蒙試射 依舊下令防空部隊加強戒備 因為所監控的遠火部隊 可能就是射程可達500公里的 PHL-191遠程火箭 一旦往東部移動 全台灣都在射程內 西半部都籠罩在 我們叫敵火的威脅下 那所幸火箭彈 它的穿透力不是很強 所以其實只要 國軍有兼顧目標掩護的話 其實都能躲過加購 這種鐵熊飛彈防空系統來引領 配置在我們重要的機場 要做好防空準備 先透過在新竹的樂山雷達站 可偵測飛彈高度以及落點 蒙古打這個蒙古的阿拉扇佐奇 很可能這是短程的炮兵火箭 就是我們有能力掌握 掌握共軍的所有動態 同時也讓國人安心 無論是何種武器 必須要做好防範 因為共軍侵擾無所不在 國防部公布24小時內 共爭獲30架次共機 其中有20架次 越中線在西部空域南北警巡 另外還有7艘次的共艦出海活動 面對兩岸情勢 我方全程戒備 TVBS新聞董俊寧宣 台北暢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